作为一个小白同学 买了一个国行的PS5 花了3899 买的时候要注意开票 纸质票电子票都可以 收获的时候需要 开箱的时候注意要原封的 最关键的要找一个靠谱的商家 国行的PS5如果是光区版 是可以玩外区的光盘的 另外它还可以玩国服的游戏 国服游戏一共有400款 这是数字版游戏 也可以通过备份的方式 玩港服的数字版游戏 有4000多款 最好自己注册一个港服的ID 也可以委托商家注册 但是最好是用自己的邮箱 网上有很多这种商家 可以支付个一二十块钱 帮你注册备份 港服的备份和恢复需要U盘 另外在恢复的时候注意一下目录 如果不懂可以问商家 正常登陆港服之后 可以先把免费游戏玩起来 这个是真免费游戏 比如宇宙机器人 用它来测试一下手柄 再下载个原神 用来考考机 还有PUBG 配合帝国 看看次时代的效果 免费游戏不想玩了 可以玩外区的光盘版 可以买全新或者二手 PS4游戏 PS5游戏都可以 除了买光盘 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买会员 玩游戏 会员分两档 一档会员 每年差不多是200多块钱人民币 每个月都可以领取两到三款游戏 另外它还有一个 针对PS5的一个精选集 有20款经典老游戏 先把这个玩起来 二档会员 价格是400多块钱人民币每年 除了包含一档全部内容之外 它还多了200多款游戏 我买的就是国行的PS5 登陆的是港服 这些免费的游戏都玩了 也有光盘 PS4的盘 PS5的盘都有 之前买的是一档会员 现在用的是二档会员 如果你非常喜欢玩 线上连击对战的游戏 建议你买个加速器 如果没有这种需求 可以不买 因为正常的数字版游戏下载 从港服下载 是不需要加速器的 一般的网络都是没问题的 这个加速器有很多 迅游 旗游 悠悠等等 一般的加速器都是通过 硬店盒子和软件的VIP服务 来实现的 这个VIP可以通过 一年 一个月 一个季度来买 有线上多人连击 对战的这种需求 才买加速器 那最后说一下 其他的附件 如果本地玩的人多 可以买第二只手柄 如果有了双手柄 建议买个充电器 官方的和第三方的都可以 如果你长时间 一玩PS5游戏 一玩就是几个小时 可以考虑买个散热器 如果你的手爱出汗 或者喜欢各种配色 可以来个收银套 如果你有直播需求 可以来个采集卡 这个采集卡 有4K的 也有1080P的 价格不一样 除了这些 还有扩展硬盘 看我之前分享的视频吧 以上就是我针对 PS5新手同学 小白同学 当买了PS5之后 需要做哪些事情 做的一个流程概述吧 希望能帮到你 以上提到商品 在我的橱窗里 有需要的同学可参考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